新年一史一向喜欢开挂的印度 又给世界带来了惊喜 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 爆出两大国际丑闻 但印度方面似乎显得十分淡定 毕竟跟出名相比 这些负面消息对他们来说都是浮云 近日 据环球网援引印度空军报道 在印度北部库什纳加尔地区 坠回了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 美洲虎战机 作为2019年的第一帅 这次坠机事故也引起了印度军方的注意 而事故原因也正在调查中 但是这次坠机也引起了一些印度网友的注意 一位印度网友表示 这是印度空军在给我们表演如何坠机吗 对于这件事 许多印度民众表示 斯坦航空公司应该对此事负责 因为在飞机的研制上 不仅没有能够早日研制出光辉战机 而且过了三十多年 还在使用这样老掉牙的战机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 如果斯坦公司能够早日研制出光辉战机 并做到批量生产化 那么印度的空军技术绝对不会是今天这样 但针对这一现象的发生 许多外国网友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一些人表示 印度此次坠机事件的发生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他们的飞行技术严重不足 战机老化只是一方面 技术不足才是硬伤 然而在坠机事故未调查清楚前 印度方面又传来噩耗 在1月30号 据最新消息显示 如今印度正在为没有合适的鱼雷而感到发愁 自从引进法国由于其常规动力前领后 由于没有在协议中提到鱼雷问题 导致印度这方面依然面临缺失 而这也让他们十分担忧 要知道 如今的印度 虽然在5G装备上有所增长 但由于时常被低级错误所困扰 导致他们的实际作战能力 很有可能不如巴基斯坦 而巴基斯坦作为印度眼中的头号威胁 印度自然不希望在军事上有所落后 不过从目前来看 却并不尽人意 就拿坚敌号来说 这款耗资26亿美元巨资的首搜国产核潜艇 就因为自己水手的一个失误 而导致里面设备严重受损 除此之外 各种武器的自毁 都与印度军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 印度是输给了自己 在经历此事后 印度人表示 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 因为中国在纪律方面 做得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对你身体是什么 在纪律上 我继续输了 在纪律上 我继续输了 谢谢大家